6月1日,德云社前大师兄严宗海在社交平台发文,隔空喊话郭德纲,称对方名利案里小动作太多,最后甚至叫板说,把自己逼急了就正经开思。 虽然文字中并没有明确地写出了郭德纲的名字,但文字中的一个桃子表情让大家不得不往老郭那边猜想,毕竟谁都知道老郭的外号就叫桃。 严宗海的发文也让网友们一脸猛,但据知情的网友透露,严宗海发文的原因是因为原本已经订好的商演场地被人搅局,从而没办法演出,但这个人并非老郭,只是严宗海猜测是郭德纲。 所以才发文喊话郭德纲,发文不久,严宗海也将这条微博给删除了。 自从德云社张贺琴在舞台上杂卦退出的是叛徒,没想到却引来德云社前大师兄的不满,并发文称,让老郭管好自己手下的人。 严宗海与老郭的关系似乎变得非常微妙起来,作为德云社的前大师兄,他的退出是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,因为直到现在都没有给出明确的退出原因。 而张贺琴的杂卦严宗海却自己跳了出来,这样许多网友猜测,严宗海的退出可能另有隐情。 特别是李赫东在舞台上说的那句,狗丢了,跟我有什么关系?那狗是因为心理不平衡,自己退出了。 李赫东的一句杂卦,却说明了严宗海离开德云社的真正原因,这跟许多网友猜测, 毕竟担着德云社大师兄的名头,却没有大师兄的能力和担当,德不配位,自然待不下去。 看着身边的师弟一个个成才,有着不错的成绩,自己却还坚守在小剧场,心里也不平衡,退出了德云社,并主动归还了云字,用回了自己的本名严宗海。 严宗海离开德云社这么些年,虽然听海格就开在离德云社300米的地方,但也一直跟德云社相安无事,但曾经的亲如父子,如今闹成这样,实在令人唏嘘感叹。 对于严宗海来说,这样公开叫板自己的老恩师,于情于理,都是不合适的,特别是严宗海当年回德云社,老郭力排众议,让他继续做大师兄,还给他开了专场,各种综艺也都带着,做的也算是可以了。 希望师徒二人能早日解开误会,冰释前嫌,别让别人看了笑话。